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不会加速传染疫情 有网友表示 施家庄这个大动作把人整蒙了 放开第一天早上高峰时期 小区比静默还静默 同时据议者视频显示 施家庄放开疫情管控的第一天 某小学一个班只有两名学生恢复了线下上课 其他学生全部以腿痛胳膊痛等理由请并假 有网友说 抗疫这三年做核酸查霜网 几乎跟一日三餐一样习惯了 现在偷懒给调整了 很多人不习惯接受不了 有趣的是不仅中国老百姓不知所措 施家庄政府也害怕了 据北京日报 施家庄市委书记张超超时势而表示 施家庄绝不是躺平 放任不管 也绝不是全面放开 这位市委书记很会说话 他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 和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 严格执行中央进一步 优化防控工作 二十条措施 领据中国媒体第一财经不完全统计 截止11月14日 上海海南陕西 福建江西吉林 安徽等地 以调整现行的防疫政策 宣布取消或暂时不开展 区域全员核酸检测 王君陶博士认为 此前中国官方和媒体 大肆宣伞新冠疫情的危害 导致人能自危 而此时防控措施 急速转向 缺乏正确的信息引导 导致社会出现了混乱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误导 民间有很多愚昧的 对动态清零支持性的舆论 现在要把一些正确的信息 灌进去 王君陶说 比如疫情进入奥米克隆阶段 得一场病 并没有什么大的危害 有时候中国人对一个病的恐惧 来自于他不了解 视频人士秦鹏也认为 透明公开信息的披露 是中国放开疫情 管控的重要条件 首先我们看到 中共中央的清零政策 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地方放开 不意味着全国放开 也不能保证 也不能保证不会遭利息感 目前这样一个试点 其实还是带着铁铐跳舞 还没有解决 信息透明 准确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试点 可能不会成功 秦鹏说 斯嘉庄不像一个科学试点 更像一个政治试点 中国官方并没有将斯嘉庄 正式定调为放松疫情管控的 试点城市 如果斯嘉庄在推行精准防控政策中 发生疫情失控 很有可能再次回到 严苛的动态清零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北京放松了疫情的管控呢 时评人士长平 在文章七个巴掌 改为五个动态清零 何时松动中指出 有些相信了政府宣传的防疫爱好者 非常的失望 痛心疾首的宣称 人类输了 在他们看来 为人类指明方向的党 终于顶不住西方的压力 也跟着躺平了 他们痛骂躺平派为躺匪 导致其另外一个称呼共臣派 可能被简化为共匪 结果躺匪成了敏感词 据报道 唐匪一词已经被多个平台封禁 更有趣的是 微博将20条优化防疫措施 也设为了禁收 这些被讥讽为防疫爱好者的人 大多受到官方宣传的蛊惑 以为心灵政策松动后 病毒将会毁灭人类 他们得到了回应 往往是嘲笑和愤怒 把核酸检测和随意风控当作是专制政权的防疫优势 实在是大错特错 不过这些人的担忧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因为中国事实上新感染的人数在上升 而且防疫松动的确实可能让病毒更容易传播 而且会带来更多重症和死亡 虽然官方必要死 可以将数据随时图 躺平是中国官媒对西方防疫政策的污名化描述 例如10月12号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 躺平不可取 躺赢不可能 声称坚持动态清零 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疫情失控造成巨大的损失 大力反对国外与病毒共产的躺平防疫 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 在防疫政策上真正躺平的是中国政府 防疫三年来 第一 不仅没有激励制药业研发高效的疫苗 而且还不允许进口被广泛证明为有效性更高的西方疫苗 第二 没有提升医疗系统 而是把医院一官了之 并且强制推广未经科学炼症的中药 第三 没有对遭受疫情影响的个人和中小企业 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补贴 西方正是在做了这三方面功课之后 社会才逐渐恢复了正常 二十条措施说到十一到十三条 才羞答答的谈到加强医疗资源建设 有序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和加快新冠肺炎治疗相关药物的储备 防疫爱好者们应该让政府明白 大规模建设方舱并不是加强医疗资源建设 他们只是带有医疗服务的集中营而已 其实历史上以隔离监禁和屠杀为目的的集中营 大多也是具备医疗服务的 清零政策为什么得到优化呢 很多人认为显而易见是经济原因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 十月份出口同比下降0.3% 少逊于经济分析师的预期 为2020年5月以来最差的表现 十月份进口同比下降0.7% 出现了今年三月以来首次负增长 如果经济是专制政权考虑的第一要素的话 那么情况可能与我们看到的正相反 即便病毒扩散 也不会放弃经济的发展 西方学者中啊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 是中国民众与政府做了一个交易 用政治自由换来经济的富足 事实上中国民众从来就没有权利与政府交易 他们没有自由 不是因为手里没钱 而是因为自由被剥夺了 这种误解导致进一步的误解是 既然做这样的交易 那么经济越繁荣 民众越富裕 统治者就更有合法性 那么怎么解释 近年来当局的生命力强盛的民营企业的打压呢 其实中共比谁都知道 没有选举就不可能有合法性 它的合法性从来都是靠暴力维持 习近平说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网民补充说要像打江山那样 打人民 统治者尤其专制理性 专制者算计 是政权的稳定 而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专制理性的鼻祖商鞅认为 民弱国强 民强国弱 国有道之国 物在弱民 常平认为 真正让北京放松 疫情管控的原因 只有一个 那就是民众的反抗 中国官方称之为 社会不稳定因素 清零政策 达致民怨沸腾 各地民众 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抗 仅近期而言 从郑州富士康功能 为逃离封锁 徒步返乡 到广州市海珠区民众的集体反抗 到河北宝地 一位父亲 持刀冲撞 清零障碍 为孩子买奶粉 到山西一位母亲 徒手拆除防疫 铁皮围栏 从多地 大学生 集体爬行抗议 到北京一男子 自14亿人 长期受管控的 冲塔言论 得到大量的转发 都给坚持 清零政策不动摇 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尤其是在中共二十大开幕前 彭立发登上了北京四通桥 以巨富标语 高音喇叭 和冲天的龙烟 表达抗议 直视习近平为独裁国贼 呼吁不要核酸 要吃饭 不要封控 要自由 不做奴才 做公民 震荣 发聩 引发全球声援 以及中国国内的传播 和33年坦克人一样 被玉尾 新坦克人的 彭立发 失踪了 当局甚至不敢对他审判 但是 终于从 清零 自雇中 透过一口气来的 中国人 应该感谢他的 英勇 抗争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观点 河北等地 根据中共优化 防疫措施20条 对社会进行了 十度的松绑 让荒诞不惊的 防疫政策 开始回归正常 很多人对 中国防疫政策的转向 不太适应 就像在黑暗中 待久了 害怕阳光一样 当然也有被 中共洗脑宣传 毒害的那一部分人 他们不适应 甚至抱怨 如同文革结束后 一些人 存在严重的失落感 或许 他们在严酷的 清零防疫中 找到了一种 变态的平等 和权利 事实上 中共改变防疫政策 是必难的 固然经济上 难以持续 坐吃山空 但根本原因 还是不但爆发的 民众反抗 而站出来 勇敢抗争的 彭丽发 则是中共 最害怕的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